我国今天的确诊病例再次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 虽然早前卫生总监诺西山预测 我国将会在5月底才会达到单日确诊5000宗 但是还没有来到5月底 我国今天的确诊病例就一口气冲上了6075宗 已经是远远超出了诺西山的预测 情况令人担忧 而且不止确诊病例创下了大马史上新高记录 雪兰二州今天再次冲破2000宗的病例 已新增2251宗位居榜首 同时五个多个州属及区域的确诊病例也呈现上升的趋势 其中有四州和直辖区单日确诊超过了400宗 分别是柔佛 吉隆坡 吉达和吉兰丹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在新冠疫情进一步恶化之下 截至昨天大马半岛所有的县已经没有绿区 其中槟城 雪州 吉隆坡 布城和马六甲 已经成了全宏疫区 同时今天一共有3516个人康复 46个人病逝 累计死亡病例已经突破了2000宗 另外 诺西山也在面子书上贴文指出 巴生谷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 其中雪兰儿 吉隆坡及布城的新冠肺炎 医院加护病房ICU当中 有多达79%都已经分配给了新冠肺炎的病患 诺西山坦言 巴生谷的医疗系统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所以他劝请民众 千万不要随意出门 请大家待在家里头乖乖伸手防疫SO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